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这个成绩就出来了 这个才高八斗也是跟陶瓷有关系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陶瓷作为建安时期最杰出最有代表性 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一位文学家被尊称为建安之杰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他的代表作有什么呢 洛神父七步师 七步师大家很熟悉 洛神父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这种神话色彩的 这个富的这种类型 我们后面会讲到 讲的是他跟洛神女神相起相遇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白马片中 有一个名剧 娟妻富国男 誓死忽如归 那么白马片也是复造的这样一个 誓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还有明镜片 这些代表作大概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非常著名的七步师 主道池作庚 大家应该有背过吧 这个特别是对着后面这两句是不是非常熟悉啊 对吧 本是同更生相间何太极 主道池作庚 怒池以为之 其在府下然 斗在府中庆 本是同更生相间何太极 这些写给谁啊 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其实就是在说 在哭诉 哎 我的哥哥啊 你为什么要对我相间何太极呢 对吧 来看一下具体的翻译 哎 锅里煮着豆子 是想把这个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之后 哎 留下豆汁来做羹 那么豆晶在锅底下燃烧 豆子在锅里面哭泣 豆子与豆晶本来是同一条羹上生出来的 哥哥和我都是同一条麦啊 对不对 那么豆晶你哥哥在煎熬着豆子 我怎么能这样的急迫呢 对不对 怎么能这么的来折磨我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苦苦相逼 同事操哥兄弟性强呢 对不对 哎 所以在这里七部试 其实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同事 又是让人觉得 哎 非常轻痛的这样一个试 好 我们来自己看一下 建安妻子 建安妻子呢 同事也叫做夜中妻子 为什么是因为既然妻子都曾居住在魏都的夜 这个地方 所以说叫做夜中妻子 具体有谁呢 我们来看看 小达老师给大家标个音 希望大家不要读错 孔荣 陈林 王灿 徐干 鸾语 阴阳 刘 真 哎 记住 那么特别是对这个 王灿 这个文学成就 是比较高的 在其中 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着重的记一下啊 好 他们的这个创作啊 是各有个性 并且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独特的风格和风貌 那么具体 这个建安妻子 有什么贡献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肯定仍然秉承着建安风骨 所以由于他们的出现是建安时期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庞大的正容整齐的这样一个作家群 对不对 哎 甚至形成了这样一个民事的这个集团 风流之士的集团 对不对 哎 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 形成了哎 建安文学的这样一个繁盛的局面 这是建安文学啊 改一下 建安文学的繁盛的局面 进一步 哎 让他达到了一个小顶峰的状态 同时有助于建安风骨的形成 并且促进了五言诗的发展 你其实可以看到在曹操的诗篇中 水和淡淡山的组织 都是四字四字的 哎 所以在这里 他们开始了对五言诗的探索 那么五言诗进一步进行了发展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到了这个正史时期 那么出现了正史诗歌和正史的诗人 哎 这有谁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看到这个图 竹林七贤 哎 竹林七贤这有谁啊 卵吉 激康 这个没有问题 大家都很熟 山涛 哎 年纪比较长的一位 刘林 软贤 向旧 王荣 在这里需要大家记住一下啊 那么其中哎 在诗说心语以及其他的一些作品中都提到了这七个人 长期于竹林之下 肆意酣畅 故世卫竹林七贤 也就是说他们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非常不喜欢遵循那些 以前我们很遵循的什么呀 儒家的这种礼教啊等等这种束缚 他们希望能够崇尚老庄的这样无为的状态 希望哎 能够过这种自由的散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同时经常哎 肆意酣畅 那么就经常自己聚在一起进行喝酒 相遇友善 常聚于竹林 对不对 所以说哎 把他们称作竹林七贤 那么是一个 另外别聚一格的对吧 自己有最特色的这样一个一群人 好那么具体的 在文学成就上是以 低高和软极成就最高的 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个 孤极的世界 特别是我们刚刚强调说 未尽这一段时期 因为它是一个乱世 因为是一个乱世 所以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中 如果你稍微就不小心 你就容易卷在这一个 真竹权力或者是财富的一种 庸俗的系统当中 所以竹林七贤其实很明显是七个人 他们标榜出他们自己生命的一种自我个性 就是说 呃 卵旗 在竹林七贤里面 第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人物是卵旗 那卵旗 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世家祖地 就是他们的父亲 祖父 大概都是做大官的 尤其是这种世家祖地 在乱世当中 它特别容易卷入到政治漩涡当中 因为别人都会觉得你可能有野心 因为你们家里面有政治的背景 这阮旗你就会感觉到说 他当时常常行走在荒山之间 他不太到热闹的这种 呃 一般的应酬啊 这种场所 他也不太跟当时的观察 或者是这些 呃 社会里面的富豪来往 那么我们所说的走向荒山是 他自己内心有一个他自己 美上的追求 所以常常传说 阮旗这个人就会在荒山里面笑 笑这个是口气编一个严肃的素 这个词其实我想 呃 我们今天应该说它是一种歌唱 可是笑并不是唱歌 因为唱歌我们就有一个旋律 有一个一定的节奏 它有比较严格的音乐上的节奏 笑这个词有一点是 你在荒山里忽然发出一种肺腑里面的声音 就是叫长笑 我们说满江红这个词里面说两见长笑 因为你心里面可能有郁闷 可能有一些 嗯 不舒畅的东西 你走到大山里面 你就会这样子笑出来 那我们就会发现当时阮旗的这个笑有名道 很多人会偷偷跟着他 想在山里面听他的那个声音 听完以后觉得很过瘾 觉得那个声音忽然不再遇足了 不再遇足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 阮旗这些人在竹林七贤图上面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们代表了一个非常 潮洒放任的那种个性 还有就是他们不屈礼法 不屈礼法是我们常常会觉得 阮旗或者季康这些人 他们坐在树林当中谈情 他们常常那个衣服是解开一听的 就是一般人当时也很严谨 就是你觉得要有一个礼貌要很严谨 可是因为他们是竹林七贤 他们常常会觉得 如果这个社会里面正经为错 最后反而变成一个虚伪 那不如你放得任瀟洒 然后有一种生平气 那我想我们并不是鼓励说 大家一定要学竹林七贤的这种 服装上的散漫那种 而是说可能那个时代当中 因为做假的太多了 中国竹林七贤他们就强调说 生命最重要的是一种自在 所以像季康坐在树起下 他手上正在弹一个琴 他正在弹一张琴 那么他有一种很美的那种风险 尤其我们可以看他眼睛 并没有看他弹的琴 因为我们会觉得如果是一个音乐家 弹琴是很在意的话 不是竹林七贤要追求的 他觉得我弹琴只是 有一点疏解我自己的郁闷 所以当时的顾凯之大画家 就画过季康的像 他说季康很难画 他说手挥五旋 他在五旋琴上弹琴 他说不难画 可是目送归火 他的眼睛看在天上飞的 那个大的红眼 越飞越远 他的那个眼睛真难画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如果今天是一个钢琴家 他就弹钢琴 他眼睛看到是飘走的云 或者是天空的那个辽阔 那么再讲一种心境 所以我不会觉得 魏晋时期的这些人物 很难了解 可是我们也注意一下 竹林七贤 软骑代表的个性 气康代表的个性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 三涛代表的个性 其实都不太一样 这七个人 他们是好朋友 那么三涛这个人 山水的山 海涛的涛 他是竹林七贤 后来跑出去做官的一个 那我们讲 竹林七贤不是很潇洒吗 不做官 不要去追求名利吗 怎么他去做官 我们知道季康 后来一次上刑场 四十岁的时候 由于他 有一点不把当时的皇帝 大臣看在眼中 就是他有一种 就比如说他轻白眼 就是说他喜欢的人 会看到他黑眼珠 他不喜欢的人 只看到他白眼珠 那么很多史书里 形容那个季康 你可以了解到这个人是有一点孤傲的 那孤傲你会得罪很多人 所以很多小人就密报皇帝 说他不把皇帝看在眼中 所以皇帝后来就判他辞罪 所以季康就四十岁上的心肠 加口 仔细看下软姬 软姬是中国三国时期曹 为末年诗人 软语之子 那么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典故叫 清白眼 我们经常说 你不要跟我翻白眼 对不对 就从这里来的 翻白眼 我们翻白眼是讨厌这个人 对不对 来看一下 谁有丧母 谁啊 软姬是有丧母 母亲去世了 对吧 姬洗来掉 软做白眼 喜不易而去 那么其地康文之 乃被酒 邪情 灶烟 软大月 碎见亲眼 也就是说 之前姬洗来的时候 非常有礼貌 非常遵守那套什么样 那种礼教那种 在这里拜一下 怎么怎么样 然后软姬 他可不吃这一套 他不想有那些礼教的东西 对不对 他就以白眼是知 白眼就是整个 这个黑眼珠 翻 然后就剩下眼 眼白了 大部分都是眼白 所以对他是一种 不喜的状态 哎 姬康就知道他的性情 对不对 就带着酒 带着情就过去了 哎 父母亲虽然去世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怎么样 人活着还是要开心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姬康就了解他的性情 那么带着这些气 他就觉得 哎 这个人不过 对不对 亲眼吃吃 也就是说 亲眼就是我们的眼珠 不是黑的吗 就大多数是黑啊 我就是正视你 对你表示一种 哎 尊敬 或者这个 喜爱 对不对 其中他的代表作是 永怀师 哎 这是他代表作 第二个 姬康 姬康自书业 三国时期 魏国人 那么著名的思想家 音乐家 音乐家和文学家 姬康呢 他的性情是 旷达 狂放 自由散漫 哎 头面长 一月十五日不洗 不大梦养 不能沐眼 哎 对自己来说 不太注意形象 对不对 哎 我才不管呢 你觉得我脏 我也无所谓 对不对 我只不过 把自己过好 觉得开心 就好了 对不对 其中 哎 我们在笑江湖中 曾经听到过的 哎 一个赫赫有名的 乐曲 广陵伞 就是他创作的 甚至姬康 哎 在这个快死的时候 哎 就说到了这个 这个是吧 广陵 广陵伞 不能继续留从来 对吧 就形容了自己 对这个 乐曲的这个 失传那种失望之情 哎 姬康 非常有个性的 这样一个洒脱的人物 哎 最后给大家 强调另外一个人 王羲之 哎 很熟了 对不对 入目三分的王羲之 那么其中 字意上 是中国东京时期的书法家 什么样 殊胜之称 后 拜官 右军将军 那么人称 王右军 你看这里 这个 蓝亭集系的这种书写 是 非常 珍贵的这样一个书写 那么 据说好像现在已经 不能找到他的下落了 对不对 好像被哪个皇帝 随葬了 但是好像也就不确定 哎 这是王羲之 那么对以上的几位作家 不知道大家记住了多少呢 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 可以把他们的诗作拿来 尽情的品尝 哎 尽情的来体会一下 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风格 那么我们稍事究竟 马上回来 我们下车的诗作拿来 我们下车的诗作拿来 我们下车的诗作拿来